中人心目中的好孩子 为何走上其路 犯案时未满18岁的他 被判刑30年定验 是史上少年犯案判刑最重 依照规定少年有回忆者 执行1 3后 可以假释最快廖国豪 在明年底就可能出狱 而这也是为什么 重大刑案照上少年出手 孩子的忠心程度 比成年人来得高 所以孩子认定了一个老大之后 他一般往往会为这个老大牺牲 而且他的口风也比较紧 最主要就是刑者很轻 他不可能有判重刑或死刑 有法律的保护罩 少年成为黑帮的手 如果没受到专业训练 能拿到的安家费相对便宜 其中也有不少人 妄想干大事 关个几年 能上位当大哥 他会有一个梦想给这些孩子 他说你现在进去关之后 你出来我的事业很多都是你的 所以他以后出来就会变老大了 万一他被灭口 有没有可能 或者是万一他被出卖 有没有可能 这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心没定屁 就像是电影《教头2》中 年轻小弟完成任务 有人接应偷渡亡命天涯 最终仍然抑郁而终 血气方刚 少年以为耿静 能让自己爬上高位 殊不知或许只是沦落 成为黑帮手中利用的棋子 记者黄奈亚王竹 台北采风报道 感谢观看